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沒有量到底是漲真的 還是漲假的 當然今天很多的解盤節目會跟你講說 由於台積電的往下跌 導致於指數漲不動 對還錯 當然對 但是並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今天看節目的重點是要知道 到底行情還會不會漲 以及接下來要買什麼個股 會賺比較多 這個才是節目內容的重點 於是我們看電腦花園了 好厲害喔 美股昨天勞動節 所以他放假一天 那就沒有辦法 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 就沒有遵循的一個依據 但是國內的內資厲不厲害 非常非常的厲害 厲害的地方是在哪裡 我講過了 有人雇的股票就是漲比較快 為什麼有人雇的股票就會漲比較快 你去看喔 大盤是不是沒有成交量 大盤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的話 他有辦法 我指的是加權指數喔 他有辦法雨露均沾 所有的股票都旺上公嗎 沒辦法嘛 很顯而易見的 而這個現象 徐老師之前就跟投資朋友報告過了 就以加權指數的形態學來看的話 我現在跟你解釋原因囉 我再來跟你講解決方法 找到問題 解決問題 接下來就會很好操作 加權由於很大的麥當榮頭 下面是一個比較小的底部 比較小的底 加上成交量 他並沒有辦法有效的放大的情況下 他在這個地方要不要震盪 他必須要震盪 但是這個叫OTC OTC的頭部區在哪裡 在這裡 離頭部區是不是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OTC所謂的中小型個股 是不是表現比較強勢 然後再拉回來 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線就要找買賣點 周線就要看波段 日線就要看趨勢 當日KD黃金交叉並站上80軸 我稱之為極為強勢的盤過去 這個地方是不是示範給你看過了 再大漲一波 現階段是不是要來這個地方 是準備要再大漲 所以可以很明確的發現到 針對貴買指數來看的話 針對中小型個股的部分 今天很明顯的就是比較活潑 你不解盤了 解完了 航行不會漲 還會持續漲 漲什麼 漲還是漲 AI的概念 但是即便如此 我講過了 由於加權指數 我們是期待啦 但是並沒有真的發生嘛 我們是期待周 KD 看看有沒有辦法確定出現黃金交叉 一旦周 KD確定黃金交叉 代表波段行情正式啟動 但現階段波段行情啟動了沒有 還沒有的情況下的話 股票 麻煩你就跟著徐老師 高出低進 也就是波段加短線價差 來回做價差 來回操作 於是你就會發現 這幾天 每天不斷跟投資朋友 叮嚴的 6274的台藥 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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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創 近期的一個高點 為什麼他可以那麼強勢 你知道我們的台藥 新組會員 做多大的一個波段 我待會給你解釋 我現在直接給你解釋好了 我待會給你看 新組會員的簡訊 我可以很明確的讓你知道 跟簡訊會員 看節目 跟Light at 還有參加簡訊會員的差別差在哪 什麼叫新組會員 就是專門做轉機的股票 何謂轉機 就是過去 不然現在看起來都是 沒有很好的情況 但是股價他就會往上漲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操作的 叫做轉機型的個股 你如果看6274的台藥 這樣的營收 跟去年同期比較 節節的敗退 去年一整年 你如果看EPS的話 他賺4.69 今年的上半年 只有賺0.23塊 然後呢 股價已經漲到141.5了 你敢買嗎 你如果看基本面的人 你敢買嗎 那為什麼我們敢買 所以我就有設定一組會員 叫新組會員 專門去做轉機類型的個股 你再來看 6531的艾普 你們今天艾普怎麼做 只能拉一根漲停板 消息面見報 今天開高震盪走低 你們怎麼做 我帶來給你看扣訊圖 一樣喔 你看他營收 節節的敗退 開始慢慢好轉 去年一整年賺12.09 今年上半年才賺3.37塊 如果你去看他基本面的話 你敢買嗎 所以這叫我們的新組會員 接下來行情到底該怎麼操作 我待會慢慢跟投資朋友 好好的報告一番 這一次的行情 針對在AI概念股來看的話 不外乎就是 很多人會講說 可能是overbooking 重複下單的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重複下單 因為我可能要100 100台 只能來50台嘛 那我如果真的要100台的話 我就變成只能下200台的貨 所以外資的研究評估分析是講說 有可能這樣出現一個 重複下單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盲點是在於 中東的訂單到底會不會掉單 美國商務部的人已經回去美國了 你看問題又來了 美中貿易戰鬥持續 那個時候 美國的商務部去中國訪問 我就跟你講不會有事情 但現在人已經回去美國了 他直接就講 針對在中國的高階的產品 美國還是要防範 防他的軍事 防他的科技 你看華為新的手機 直接跟Apple 直接跟iPhone15 對著幹 你不是進他5G的手機嗎 為什麼華為的5G可以出來 而且還賣得下下叫 功不應求 那你如果是拜登的話 你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整體的產業面一個變化 所以揮達 有沒有可能真的被禁 高階的伺服器 AI 針對在中東的一個問題 中國他是真的不能去了啦 那中東會不會跟著一起被禁 那L40的 L40S的由來又是如何 嚴格版的嗎 不需要CoA 那不需要CoA 你晶片跟晶片 你晶片跟記憶體 你怎麼進行連結 原本CoA是把它鑲在一個晶片裡頭 現在沒有用CoA的製程 被防堵住了 那你要怎麼做 那是不是要退回到PCIE 那所謂的PCIE就是高速傳輸嘛 是不是高速傳輸概念股 是不是又來了 沒有人跟你提這一塊對不對 每一個人跟你講說 這平概股的Top C Top C呢 Top C是題材沒有錯啦 但是啊 實際上還有PCIE的題材 解盤是要這樣子解啊 看節目你要看門道 大家都做AI 但實際上真的會做AI的有幾個人 為什麼台藥 我們有辦法 從七八十塊錢 拉到130 140 壓回這個地方做一個橫盤震盪整理 三角收斂的過程當中 今天再出現一個突破 為什麼雙紅這一波的散熱概念股 以它最為強勢 橫紅有沒有漲 劍嘴有沒有漲 你開始要留意囉 L40S已經漲過一波之後 有沒有可能再回來 CoAX的概念股 我再跟你提示囉 我又再跟你提示囉 CPU的概念股 為什麼今天上全回撤到前波高點之後 今天拉一根長紅棒 這叫月線反壓 月線扣底值在一個地方 有沒有機會功課 回來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的月線扣底值扣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辦法站上去 目前收盤架在這個地方 扣底值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只要月線扣底值 往下扣的情況下的話 月線開始會翻揚往上走 一旦月線翻揚往上走的話 又會再漲一波 所以你認為成交量萎縮 會對於未來的行情不利嗎 我再跟你講 成交量的萎縮是因為 美國昨天沒有交易 聽懂意思囉 所以行情還不會漲 行情它會持續漲 要漲什麼股票 還是AI概念股 所以你會發現 你看你今天的資源 資源我們連續做第三波了 上有缺 下有口 有沒有 上面有壓力 下面有支撐 目前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狹幅的區間震盪整理 但是 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囉 接下來叫做 安謀的IPO 今年最大度 最大一次的 IPO 有沒有可能帶動資源持續的再次往上攻 然後你再看西製財的部分 今天創意沒有漲 市新沒有漲 IP開高走低 資源反而是拉尾盤 偽創 目前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狹幅區間震盪整理 月扣底子 扣準備要扣低了 我講過了 這個月 今天已經來到9月5號 很多的個股 準備在本週 密集的展開 要公佈8月份的營收 有些公司這個月的營收 跟著8月份的營收 就開始會慢慢慢慢緩步的加溫 9月份的營收 也就是10月開始公佈的 9月份的營收 會出現跳針 來到了明年 更是會出現跳躍式的成長 主要的原因是在於 AI概念股 所以AI它是不是主流 AI如果不是主流的話 戴耳電腦為什麼可以大漲20幾% 藉由戴耳電腦大漲20幾% 拉回來看 不僅僅是AI概念股要望上衝之外 連傳統的消費型電子 都去化庫存 準備接近尾聲囉 也就是未來 不管是AI電子股 或是非AI的電子股 它都會漲 不然你看 為什麼今天天域會拉漲停板 天域跟AI有關係嗎 面板的驅動IC 瑞鼎拉尾盤 聯勇大漲 義龍電也望上溝 整體的產業面趨勢 你一旦了解的話 你會發現到 大盤沒有成交量 那又如何 賺到該賺到的錢就好啦 所有的頻道你就把他訂閱起來 Telegram Light At你都要有 因為我三步五時的會提示 我們現階段在注重到哪些個股 你看我們YouTube頻道 光6274台要提過幾次 怎麼樣高出低進 我等一下示範給你看 所以Light At你要QR Code 你要掃描要掃進來 目前是免費的 那當然啦 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過 找到問題解決問題 接下來就會很好操作 美中的關係 現階段 撲朔迷離 一下說要進 一下又不要進 一下要開放 一下要不開放 一下要延長 一下又不延長 為什麼 這叫政績 美國他要打中國 那個態度是非常非常的明確 但是他有可能一次性的把他打掛掉嗎 當然不可能 那既然不可能的情況下 中間就會有轉圜的餘地 中間一旦有轉圜的餘地 台廠就是 台灣廠商跟尼丘一樣你知道嗎 非常非常的轉 非常非常的靈活 只要給我們找到一個機會 我們的民間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你如果自己有在做生意 你會知道 所以中間會有很多很多的不確定因素 讓行情出現一個震盪整理 但是每一次的震盪整理 都是你的機會 你只要記得衝高 你不要追就對了 8月24號 NVIDIA業績一次性的釋放 我說隨時留意調整訊息 禮拜四一大早的時候 我跟簡訊會員講 果不其然 禮拜四開高震盪走低 蘇線上影線 AI一面全面 全面狂跌 禮拜四就跌了 禮拜五摘一根黑黑 禮拜一震盪 衝高殺尾盤 我說短線價差 準備要通知進場 禮拜二望上拉 你看做短可以做成這樣 戴爾當時我跟投資朋友講 盤後大漲8% 是AI救市組 沒有想到正常盤是上漲20幾% 直接跳過大量區 然後你再看 這個禮拜 是不是提到致遠 Intel也講 接下來針對在PC和伺服器 基本上都會慢慢慢慢的好轉 你看我們LineAid這邊有講 PCNB網路伺服器拘破 戴爾 慢慢慢慢就開始提出好消息囉 所以你要知道 市場上的脈絡到底是如何 接下來會有很多的國際大廠 會宣布 將來的AI伺服器 以及AI伺服器的資本支出會是多少 對應的表格已經幫你列 幫你做出來了 也就是戴爾 跟伪創關係最為的密切 然後咧 Google要看誰 廣達 Meta要看誰 微影 美超微要看誰 看伪創 每一檔你就知道 到底該怎麼做動作 然後我之前跟投資朋友講 華為的GPU 已經似乎他們自己講說 比A100高六倍了 Meta 60 Polo 實測跑出5G速度 8月30號 就提早告知了 今天台灣的媒體才開始慢慢 陸續公佈 誰有辦法早知道 我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任何股票都會漲 只待它背後故事寫好 誰是寫故事的人 誰是聽故事的人 誰又是說故事的人 誰又是拿題材給人家寫故事的人 為什麼昨天6531的APP漲停板之後 一大堆歌功頌德的言論出來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他今天是應該要開高震盪走高 為什麼就會開高震盪走低 你在想什麼 我又在想什麼 中東的議題 它是一個假議題 雖然它是有可能會進行一個防範 但是怎麼樣轉 怎麼樣轉 怎麼樣轉 NVIDIA他已經講過了 短時間之內跟營收 沒什麼關係 不會影響到 廣達委創也說跟營收 不會有什麼影響到 那你在緊張什麼 那是不是任何的震盪壓回 正在買方 散戶肯定不會做 真真假假的訊息衝刺 所以指數就慢慢上來了 本週你就留意週KD死亡交叉 何時開口收斂變成黃金交叉 到今天指數還給你拖拉尾盤 OTC更是漲到翻掉了 漲到天上去了 好 然後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PCB 是不是見頂 見頂今天有消息有利多 但是我們的股票 股票已經從120 直接做到200塊 後面的留給別人賺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資金已經回收回來了 去做別檔個股了 這樣的話 你的資金才有辦法 去做一個靈活的操作 不然很多的股票 你報上又報下 你該賺的也沒有放到口袋裡頭 做股票是這樣子 因為學老師帶會員 帶的已經有一陣子 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 讓會員投資朋友 有一些股票可以爆波段 你要怎麼樣讓他爆波段 可以爆得住 為什麼我627的台藥 可以從80幾塊錢 一直爆爆爆到現在 星雲也是一樣 可以爆到現在 廣達偉創可以爆到現在 最主要的原因是 不僅僅是我們看對趨勢 買對主流 直到未來的 目標價在哪裡之外 你短線上 你要讓會員投資朋友 有點甜頭可以賺 有錢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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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人他其實是一個很奇特的動物 你帳上的獲利 並不代表真的獲利 大家的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累積很大的一個價差 你沒有叫他 偷賣出的話 他覺得他沒有賺到錢 所以你要想辦法保 保持資金以及股票的一個靈活度 我會跟他講 我會跟我們的檢訊會員講 這筆單就是撥斷單 這筆單是短線單 短線單出掉之後 撥斷單就續爆 讓他來來回回有資金 有辦法去進行一個套現 他的撥斷單他就抱得住 不然很多人股票抱不住 賺了5% 8% 10%就覺得很多了 你真的沒有賺過一倍的嗎 見底你看8月30號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分3批出 除掉之後就跟你講CCL三雄 我跟你講外資的目標價 我把台光電 台藥 聯帽 聯帽三檔抓出來 我跟你講他目標價 是不是以台藥 還有61%的漲幅 我還一直跟投資朋友叮嚀 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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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看喔 台藥 129.5 禮拜一昨天還持續講 今天是不是拉一根拉漲停板 是不是有恭賀 恭賀手中CCL概念股價 新組會員 80元附近的波段股 加上多次短線進出的價差單 又開始全數獲利 假設你是付費的簡訊會員 你想要聽到的簡訊是 哇 今天大盤沒有量 我今天行情震盪 我今天因為台積電在下跌 所以我們的股票 你先耐心續報 他可能震盪下跌 你先不用緊張 你想要接到這種訊息 還是你想要接到說 恭賀我們的股票 波段也大賺 短信也大賺 而且每一筆交易都公開透明 你想當哪一種人 台積電調降財測 台積電有跌嗎 世新他講說第三季溫和下滑 世新有跌嗎 那AI概念股他不是主流 什麼是主流 所以你去看研究報告他講說 目前ASIC只佔整體雲端 AI晶片市場只有兩成 成長潛力巨大 艾普也是ASIC 世新也是 資源也是 創意也是 但是沒那麼多錢可以買你知道嗎 那有些股票真的價格好高 但是可不可以當成指標 可以啊 可不可以零股交易 可以啊 乃至於近期的資源 是不是再次跟投資朋友提醒了 我們其實都進進出出的喔 出掉之後看他不太跌了 是不是趕快把他買回來 那你不買的話 萬一將來又噴出去的話怎麼辦 是不是資源再度挑戰 趨近的上緣 9月5號 是不是有功課 所以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NVIDIA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他有辦法進行250億的酷長股 他到底看到什麼 他不怕大股東狂罵他嗎 事實上有些大股東在調節 我也知道啦 但他根本不怕他賣啊 為什麼 因為他有堅強的外資 堅強的投顧 做後面背後的支持啊 調到840 調到1000 1100多的都有 很多的外資已經調到1000多塊了 你看圍影 技嘉 果達 這些個股現階段 有些個股還在震盪喔 但是我認為震盪都是你的機會 因為馬上要公布8月份的營收 接下來下個月要公布9月份的營收 很多的個股就我所知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自己要好好的把握震盪時候的一個進場訊號 然後現在偽創就要低檔區間的下緣做一個震盪整理 我昨天跟投資朋友講的地方是在於 這個NRE啊 NRE一次性的工程費用 原本大廠他都是用NRE 先跟廠商要一次的錢 但他這一波 偽創他並沒有這樣做 代表 對於後續的訂單能見度與客戶拉貨 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你要了解到 整篇的新聞的重點是在哪裡 而不是你看到新聞 哇 偽創AI極單到 結果偽創昨天大漲 漲了3 4% 今天偽創感覺漲不太多 哇 利多出鏡 這個叫什麼分析啊 同樣是做AI 你要找到會做的人 廣達也是 技嘉也是 好不好 微銀也是 就像我們之前 NVIDIA的看法也是一樣 跌破大量區 他就是反彈上去 大量區他絕對就是形成一個支撐的力道 哪怕是假跌破他會上去 像不像創歷史新高 我不只是NVIDIA看得懂 美光也是一樣 回撤大量區 是不是記憶體就有機會 那個時候誰跟你講記憶體 很多人跟你講航運股對不對 他們印象 我們講記憶體 就有記憶體 是不是利多都出來了 美光都上去了 那Intel是不是推新的處理器 我跟你講 Intel推新的處理器 不是要做CPU概念股 你要做DDR5的概念股 老是搞不清楚方向 負責任股 怡頂 畫支撐給你看 是不是拉高 8月29號節目講完之後 8月30號盤中 拉到漲停板 直接恭賀 再漲 再恭賀 你看你自己看 任何股票都會漲 只待他背後故事寫好 怡頂 過去好不好做 為什麼現在怡頂可以漲得上去 過去的優群好不好做 盤成這樣子 盤完之後再往下跌 投信一直在賣 你敢做 8月29號講完之後 8月30號盤中逼近漲停 差異檔漲停 131.5 漲停是132 恭賀 再來 你看你自己看喔 從120到131 這到138 再恭賀 震盪 然後到今天多少錢 已經來到相對的高點 區間的一個上緣了 我再來給你看喔 外資怎麼調整它的平等 艾普也是一樣 8月29號畫一個區間 支撐 8月30號講這樣 然後咧 昨天是不是AI論壇11家 你就自己去看 為什麼他在這個地方 大摩他會在台灣舉辦AI的論壇 現在明明是iPhone的發表會 他不講平蓋骨 他跟你直接講AI 因為全世界的AI伺服器有9成在台灣 Intel平台的行程升級 消息是不是出來了 艾普的消息是不是出來了 昨天消息到500塊 盤中拉漲停 說完盤也拉漲停 353 恭賀 高頻寬記憶體 中心7奈米 講上億 每擴大精力對誰都不好 外資下按讚 然後你再看喔 你看這個表格 跟我之前做6274的像不像 你先自己看 優群來講的話 法人的目標價已經快要到 即將打標了 怡頂還差多少 艾普又還差多少 好即便如此 今天消息出來了 早上一下爆大量 誰跑進來買 誰要跑進來抬轎 有賺不跑是阿呆啊 趕緊的一大早9點25分 先獲利出場一半持股 接下來只要旺下跌 唯有資金可以接 再旺上漲 我有一半的股票可以買 那回收資金要幹嘛 我有新的股票可以買 所以每一次的操作 你都不用想太多 有好的個股 我會提早跟你告知 但是你每一集的節目 你都要看到最後 頻道訂閱起來 LINE AT QR Code 掃描掃進來 不會操作 認同許老師的理念 現階段大盤是溫和 沒什麼成交量 但是指數是金金漲的格局 這種格局是最好操作的 不會操作 認同許老師的理念 有希望我幫忙的人 好好留意節目過的諮詢專線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見囉 掰掰 掰掰 想跟著徐趙星老師 一起獲利嗎 立即掃描螢幕條碼 加入官方社群 LINE搜尋 小老鼠 iSTOP168 最新標股資訊 盤中解析 天天免費看到寶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明天見 明天見